大家好 我是李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8日星期二 亚太时间5月29日星期三 川普可能要入狱了 美国特勤局的官员已经和纽约监狱的官员进行了会面 讨论川普入狱的相关准备工作 那么川普真的会入狱吗 又将在哪个监狱服刑呢 后面其实还有一连串的问题 另外今天台湾7万人集结 立法院仍然三度通过了法案 并且又在酝酿着新的法案准备修改选拔法 同时还要废掉监察院 现在台湾面临的危机已经来了 那么这个危局有没有挽回的可能呢 如何挽回呢 我们先说轰动世界的大消息 今天中午美国资深编辑也是资深的海军情报官杰克波索 他发了一个推文表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 特勤局会见了纽约当地监狱官员 讨论川普总统入狱的准备工作 这个突发新闻虽然简短 确实非常有震撼性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很可能就意味着川普将要被判刑入狱 将被判有罪 假如这成为事实的话 那么美国11月的大选 会不会从监狱里面选出一位总统呢 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事 不过作为前总统 川普无论是身处何地 大家知道他都有权在有生之年 得到特勤局的保护 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 而在监狱里边 那么管教人员就将得反过来 他们要负责保护 指派给川普总统的特勤局的特工 是不是够讽刺啊 根据CBS报道 刑事审判法官胡安·梅尔昌 5月6号就认定川普是第十次违反了禁言令 他当时就警告川普 说我最不想做的事 就是把你送进监狱 梅尔昌表示川普是美国前总统 也可能是下一任总统 所以他正在思考着 这样一个决定的重大分量 他很知道轻重 报道中表示 如果川普封口费案的陪审员投票 决定川普是有罪的 那么梅尔昌就得要做出一个选择了 就是是不是要监禁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梅尔昌在量刑的时候 有相当大的余地 包括判处川普缓刑 或者是软禁等等 就是说不给他送进监狱 昨天已经开始了结案陈词了 随后呢 陪审团就将平议 那如果陪审团认定川普是有罪的话 具体会发生什么 现在还真的很难预测 梅尔昌当然更清楚川普的特殊身份 所以从4月4号 川普第一次被传讯那天开始 他就表示不愿意干涉川普的竞选活动 梅尔昌说 川普是美国总统候选人 因此第一修正要规定的这些权利 显然是至关重要 对于将川普关入监狱 梅尔昌直言 对我来说确实这是最后的手段 他说我也担心 那些必须执行这一制裁的人员 包括法院官员 管教人员 还有特勤局人员等等 不过那梅尔昌也确实告诫川普 说坐牢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他对川普说 我想让你明白 如果有必要和适当的话 我会这么做 这言外之一就是 如果说确实可行 有这种必要的话 那么他有可能会把川普送进监狱的 文章的最后 引述纽约监狱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特勤局已经和当地监狱官员进行了会面 州和联邦机构的官员已经开始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了 那么如果川普被判监入狱的话 其实大家知道后面麻烦还很多 比如说川普会在哪个监狱服刑呢 这就是让官员们一个头疼的问题 如果刑期较短的话 那么可能会在纽约的莱克斯岛监狱 可是讽刺的是 任何一座监狱都没有官家过自带安保人员的囚犯 所以这些官员们就必须得制定一个万全的计划 既不能让这些特勤局的人受到伤害 还得保证川普的安全 当然了更可能会出现一种讽刺的情况 就是现在以川普的这个超高人气来看 并非没有再次入主白宫的可能性 那假如说川普在大选之日顺利的登顶了 那么美国就将迎来一位在监狱中被选出来的总统 是不是很可笑 是不是很讽刺 这个事件太乱了 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在这个乱世当中 都保持内心心底的一份善 并且用这份人性中的善去尽量的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 唤醒他们心中的善念 唯有如此才可以化解这个世上的渊怨 下面咱们就来说台湾的危局 以及如何改变这种危局的办法 这部分内容相当精彩 而且重要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来说 今天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自然野生的极品老白茶 喜欢喝茶的朋友我觉得很值得试一试 首先它是纯天然的有机茶 没有农药残留 这个就安全性有保障了 其次这种茶是人工精挑的那种最嫩的尖印 茶尖 再加上老茶师的新工艺 所以这种极品老白茶的新品 它有独特的花蜜果香 后面还会变成水蜜桃香 香槟香 而且存放越久 味越纯 如果您买两袋这样的老白茶 那么蓝莱油品会赠送您一袋这样价值50美元的特级红茶 美国香港和台湾的朋友 如果购买满70美元 您会享受到包邮服务 中国大陆如果购买满了600美元的话 也会享受包邮 另外 昨天有日本的朋友留言说 想买扁康丸 这个您可以登陆扁康丸网站去购买 他们会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里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都可以免费的邮寄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台湾的问题 今天香港警方在全港的多区 拘捕了五名女子和一兵男子 现在已知的三个人 分别是正在监狱中的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 还有她的母亲 也是前香港支联会常委刘家怡 还有一位是前香港区议员陈建勤 另外的三个人 也是替邹幸彤在脸书专业 小童群抽会 发布六次相关讯息的人士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今天主动的会见了记者 他表示邹幸彤通过被抓捕的这五个人 从今年四月就开始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 以匿名方式持续发布有煽动意义的帖文 挑起市民对中共当局和香港政府的仇恨 意图煽动网民参与非法活动 邓炳强可没有提及敏感日子是哪一天 然后有记者就询问是不是六四 邓命强是绝口不提六四这两个字 此前邹幸彤已经因为两罪被判刑 其中之一就是六四集结罪被判刑15个月 另一项是没有应国安处要求提交支点会的资料 被判刑是4.5个月 据香港官媒香港电台今天报道 去年底发生的师生不尊重国歌事件 香港博爱医院总理联谊会梁省德中学 已经对涉事的师生做出了辅导和教育处理 这两件发生在香港的事 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也发生在台湾 这种可能性是绝不能排除的 不瞒大家 在韩国瑜敲锤说通过的那一刻 宣布三读通过立法院职权刑事法部分条文 那一刻开始我就感到我是一点也不乐观 这样恶性发展下去 台湾很可能比今天的香港还要惨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所有这些天来参加青鸟行动 以及其他公民抗争的那些民间社团和个人 将来都不排除 甚至很可能要被立法院叫去问话 后面意味着什么 我想大家应该认真去想一想了 是能够想得到结果的 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希望 关键就是要看台湾人的觉醒程度 看看觉醒的人有多少 有多少人能够看到 意识到台湾现存的威胁 有多少台湾人是不为危险坚持抗争下去 有没有为国家挺身而出的这样的情况 如果能够及时的看到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看到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 正在搞乱国会和台湾的宪政法制秩序 能够及时止损的话 应该说台湾还是有希望的 否则的话 我昨天节目最后部分的那段预言 可能就会慢慢的出现在台湾 那么台湾人下一步需要如何做 又怎么做才能够挽回损失呢 才能挽回这个危局呢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稍后会重点来说 咱们这里先简述一下今天国会内外的情况 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 今天立法院外的集结人数远不如5月24号那天多 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经过了前面三次长时间的集会 人们已经都很疲累了 第二今天是周中 很多人在上班上学 第三就是台北市今天一大早下起了 滂沱大雨 直到晚上这个雨势才停歇 第四就是全台湾15个县市都有清鸟行动 人数比较分散 这四个因素那就直接影响到了 今天立法院外的集结人数 但是一位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说 他在现场看到许多民众是不畏风雨 穿着雨衣或者撑着雨伞 在集会开始之前就静静的坐在舞台前的椅子上等候 大约11点 现场已经是超过了2000人 到下午2点半 集结人数超过了8000人 下午4点 主办方宣布在中山南路 青岛东路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万人 那到了下班时间之后 尽管院会内已经通过了三读 但是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晚间6点40分左右 主办方宣布 现场人数超过了15000人 在晚上8点左右 现场人数已经超过了3万 而且人数还在继续的猛增长 到了晚间9点半 例院外的集结人数超过了7万人 这个数字 我刚才就说了 没有5月24号的人数多 但是我也提到了前面的那个4个因素 都在影响着今天集结的人数 可是即使这样仍然标破了7万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 目前还不知道其他的那些县市集会情况如何 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 但是全台湾共有22个县市 共有15个县市大串联参与清雕行动 甚至包括深蓝取 这就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我在前面节目中就说过 其实人数多少并不完全说明问题 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看到 台湾人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宪政主权 维护言论自由 自身权益的那种强烈意识 也就是说自由民主意识 在台湾人的心里面已经是扎根了 有一位从南部嘉义北上的郭女士表示 这次修法不符合宪法 程序也不对 她在受访中表示 已经做好了从早到晚的抗议准备了 即使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也会待到最后 要让立法院听到人民声音 但是让台湾人真的非常遗憾的是 尽管全台湾都有青鸟展翅飞翔 蓝白阵营却并没有理睬 其实蓝白阵营坚持三读审议国会扩权案 就已经表明了 他们不太可能去听取民意呼声 今天清晨还不到六点半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 徐晓新 王洪威和叶元智等人 自备电文灯和文章等等 就守在了议场门口 干什么呀 等着冲进议场 七点议场一开门 国民党民众党很顺利的占据了主席台 同时蓝绿两阵营的立委 也在议场内布置各种调幅标语 上午九点 韩国瑜主持开议 在蓝白议员和绿营议员之间 几轮攻防之后 尽管民进党立委全体反对 韩国瑜仍然主持举手表决 大约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二读被举手通过 随后就进入了三读 不到一个半小时 宣读了所有的法案 随后在58个人举手赞成的情况下 韩国瑜在5点05分正式敲锤 宣布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三读 其中关键条文这里面包括 做总统国情报告 藐视国会 人事同意权扩大 新增调查权和听证权等等 就在韩国瑜敲锤之后 台湾监察院立即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 指出部分条文设违反权力分立 监察院无法接受 各界也应审慎严肃以对 声明中表示立法院推动改革 人们期待的是全责相辅的国会 但是表决通过的立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 部分条文未能细注于宪法 与大法官立次解释划定并允许之框架 程序也未真完备 以设违反权力分立 监察院指出 宪法第95条第96条规定之调查及调阅权等监察职权 仍属于监察院行使 台湾是五权宪政体制 五院依宪法各司其职 但是立法院通过的部分条文 已经影响到了监察核心职能 监察院无法接受 不过兴奋的蓝白阵营 并没有理睬监察院的声明 他们可能首先针对的就是监察院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表示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 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在野党特征组全面查臂 傅昆奇声称一定废除监察院 从今天开始 中华民国已经是三权分立的政府 民众党团总召黄歌昌也直言 他说下一步要废除监察院 黄国昌认为监察院只敢打苍蝇 不敢打老虎 已经丧失人民的信任了 虽然蓝白阵营这么越久欲试 但是我们知道从五权分立 转变为三权分立 这是需要修改宪法的 不过蓝白阵营在强推国会 扩权法案之后 不排除他们下一步继续推动 修改宪法等法律 虽然我们不知道蓝白能不能成功 但是我们可以预见 现在政治混乱甚至政治肃杀 已经隐约可见了 民进党团干事长吴四瑶指出 立法的出发点应当是良善的 修法应该是为了国家好 但蓝白强行联手 缅压国会扩权法案 是出于报仇和仇恨的做法 蓝白两党想报复民进党 也不该报复人民和国家 吴四瑶表示韩国医担任立法院院长 不到三个月 却创下了立院三十多年来 没有过的恶例 黑箱条文透明公开在哪 就连三读程序也可以黑箱 最后一刻修正文字也没有送文件 他痛批民主审查全部失灵 一时规则会转弯 一路坐票到底 这不是国会改革 而是国会文革 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明则说 528是国耻日 他直指韩国瑜 毫不行政中立 不遵守程序正义 绝对是历史罪人 柯建明说 中华民国民主堡垒 已经被北京长臂管辖 被戒严了 柯建明表示 他一直告诉韩国瑜 只要讲一句话 休息协商程序重来 而韩国瑜完全不顾程序正义 因为韩国瑜听命于北京 柯建明指出 这是国家级危机 所以才有这么多民意反扑 站在立法院外面 民进党立委 邱一银在脸书揭露了中共国台办的文件 其中提到要蓝白力量合作 建立国会调查听政权 甚至推动总统赴立院做国情报告 行政院长应获得立院多数支持才能任命 强化重要部会到立法院听政等等 邱一银痛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作为 是完全印证中共的指示 邱一银指出 这是蓝白两党发动的一场立院政变 中研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演讲中表示 国会执权修法最终得立的是北京 他指出法案三读通过后 危机才开始 蓝白将透过相关做法 凌迟台湾 台湾将要面临的情况 说起来真的是令人十分忧心 吴瑞仁表示这几次活动 让他想起了当初参与香港反送中的年轻学子 香港学生曾提过不是因希望才坚持 而是坚持才有希望 他希望台湾的公民要了解 自由是前辈用生命换来的 需要每个人捧在手心里呵护 另外一位中研院副研究员 黑熊协会理事长刘文则指出 蓝白利用制度滥权 并与中共理应外合 架空台湾政府的行政权 他表示国会扩权只是开始 中共将利用台湾的民主自由造成内部混乱 刘文强调 台湾要面对的只有侵略和被侵略 没有所谓的保持中立情形 他呼吁台湾不能走回头路 希望台湾公民保持跨世代对话 并保持爱台湾的心 就不会输给投机政客 联电创办人曹星成老先生 在演讲中则指出 4月26号傅昆奇带着16个国民党立委去北京 见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王沪宁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灭台湾 他联合傅昆奇要来打倒我们 进入台湾国会来破坏民主 曹行成指出 这群人从中国回来 马上修法要搞烂台湾的民主 国会已经被老鼠屎破坏了 变成了有毒的国会 所以他提出一个口号 青鸟不吃老鼠屎 拒绝服从毒国会 他呼吁一年后就要把这些立委 罢免掉 其实这里我要说 罢免一些卖台立委 是必须要做的 可是要等到一年之后才行 这个时间违免有点拖得太长了 因为留给台湾的时间可真的已经不多了 有消息说蓝白两党已经在酝酿提高罢免立委的门槛了 要求同意罢免的人数 必须要多于当时投票给他们的人 否则的话就不能罢免 此前我就提到过 蓝白阵营在强推国会扩权法案成功之后 他们下一步很可能会修改选罢法 那现在这个传闻已经是很让人担心未来的情况了 谁又知道他们不会继续修改其他的法律 把台湾变成香港呢 所以对台湾来说 这个时间已经是非常紧迫了 那么在紧迫的时间之下 下一步台湾人应该如何做呢 有没有可能返回这个局面 遏制蓝白政变阻止中共发动的超限战呢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重要的问题 经民连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 公民团体有六个行动方案 首先是公民团体要求行政院提出复议 其次是呼吁行政院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就修法违宪部分申请示线 第三是要求与立法院长韩国瑜会面对话 第四是推动草根民主对话 呼吁各地的公民团体与自主公民 到国民党立委的选区举办社区座谈 让地方选民知道国会滥权法案有多离谱 第五是成立台湾公民阵线新北工作队 是行动组织化 第六是公民阵线新北市公民团体和本土小党 发起前进新北社会对话行动 到新北市国民党立委选区举办社区对谈说明法案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这六个行动当中 后面的四个需要时间可以慢慢去做 而前两个则是需要分秒必争的 这是容不得任何拖延的 我们重点来说这两个 阻止法案生效的第一步就是行政院对法案进行评估 这个是行政院在十天之内必须要给出一个定论 那么行政院给出定论会有两种可能性存在 一种就是行政院认为法案没问题 也就是说行政院接受了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然后要成交给总统进行颁布 法案将在指定的日期生效 如果没有指定日期将在公布或者是发布之日的第三天自动生效 另一种可能就是行政院认为法案挚爱难行 所以提出复议 经总统何可将已通过的法案退回到立法院 那么这个时候立法院就必须得有超过二分之一 一半以上也就是超过57席的委员要同意复议 那么这样的话法案将被否决自动失效 如果立法院不够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没有达到57席位 这样的委员同意复议的话还将维持原案 如果立法院是在休会期间的话 那么在七天之内他们将自行集会在15天内做成决议 如果逾期没有决议的话 那就视为是原决议失效 如果要是维持原案的法案将成交给总统公布 然后法案将生效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总统在收到法案的10天之内要公布立法院的决议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 赖清德总统如果不签字这个法案 不就不能生效了吗 殊不知啊 台湾的法律有规定 就算是总统不主动签字 那么法案仍然会10天之内自动生效 而且总统不颁布法令 可能还存在着违宪的问题 根据这些法律规定 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复议 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 但是可未必能阻止法案生效 所以第二个动作 就是民进党团要必须提早做好准备的 也就是行政院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申请实现 根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 立法委员现有的总数在四分之一以上 认为法案与宪法将抵触 就可以申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的判决 这一届的立委总数是113席 所以只要是达到29个席位以上 就可以提出实现申请 何建民表示 民进党团会穷尽一切可能提出实现 但是必须得总统公告三天之后才能提出来 这是必然的程序 不过即使提出实现申请 还是存在违宪和核宪这两种可能 如果宪法法庭审理后判决是违宪的 通过的法案就将彻底失效 如果被判决核宪的话 那么行政院也必须得接受决议 如果到了这一步 也不是说没有再返回的可能 台湾民众还有最后一步 这个就是需要时间了 也就是需要等到全民公投 由人民提案 法律复决公投 向中选会提出全国性复决案 提案受理之后 全民联署的人数只要达到了293228人以上 那么就将举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只要达到25%以上的投票权人统议 就可以废止法律 不过台湾的法律规定 全民公投两年才举行一次 而且要在8月的第四个星期六举行 所以即使全民公投的话 那也得等到2025年8月23号 这可能就是台湾最后一个返回的机会了 所以是不容有失的 而这个就得要看赖中强律师提到的 后面四个行动的效果如何了 其实就以目前的台湾民意来看 29万人联署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25%的投票权人统议废止法律 问题也不大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全民公投当然是人数越多越好 所以我们期待着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返回的机会 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还有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